我们大家晚上好 今天是2023年11月21日 周二 指数今天是冲高回落 早盘非常的凶猛 在穷权重的带动之下 房地产 然后还有大金融 包括证券都冲得非常猛 这双证券一度涨停 但是随后冲高回落 那对于这一点 那如果你是天天看我视频 或者昨天看了视频的 都应该知道了 对于指数上轨 今天是不是精准的摸到 那摸到 你肯定至少不是一个买点 而我们昨天视频原话就是 到线你可以降低一部分仓位 那对于绝大多数个股来说 你在线上卖出 然后哪怕今天收盘买回来 你是不是避免了这么一大段 垫低 但是绝大多数个股 肯定有一部分 不会完全跟着指数 指数也不能涵盖所有 对吧 这个还是要有个股自己的运行的一个走势 但绝大多数都是这样 那指数整体来说 个人认为这里判断的还是一个 3418以来大四浪的一个反弹的过程 整体还没有走到终点 但是现在60分钟 再次出现顶部结构的信号 并且可以从今天的一个盘面可以看到 提拆股出现了风险 所以短线在这个位置兑现之后 接下来特别是获利盘 你可以等两天 就像前面 我们等两天 等到了下轨 没有风险了 我们再做两天 对吧 这里一样的情况 你等两天 调整下来 下方的通道支撑到了 如果能够形成拐点 你再马回 你虽然看上去指数的空间 好像也并没有多少 两个轨道之间 现在3090 然后下方304级 四五十个点 但是对于相当部分的个股来说 这个电梯还是非常大的 对吧 那这是指数 那另外盘面上 今天权重方向 冲高回落 券商 整体可以看作是一个 错误现象 昨天下跌的时候 特别是早盘 一根中阴下来 尾盘收了回去 早盘跌的时候 还有很多人 有点恐慌 那今天 就是一个大幅的上工 还没有到主身的时候 这句话 原话 重复了几遍 但是 对于券商 你拨断的 中线持股 问题都不大 后续震荡之后 都会大概率 往上走 这是券商 那整个题材方向 那我们持有的银宝三星 每天都在说 那他天天让你躺赢 是吧 那当然走到这里 有一个变化 变化就在于 连续两个缩量一字之后 本身如果 礼拜一 他不是一字 或者今天不是一字 那如果往下回踩 这样一个调整的幅度 还能够 电梯 还能够去承受 或者是 格局 但是 明天 在大幅度高开 个人会 不能 封板 断板 不在格局 他往下回踩的空间 会更大一点 对吧 你已经拿到手里了 何必在 在格局上 他给出去呢 这一段肉 够了 2到8 甚至明天 大概率摸一个9 是吧 当然明天 如果封死的话 继续吃过 躺赢为什么不要 那如果想跟上 我们接受操作业 或者对于买卖点 把握不好的朋友 也可以用平时发朋友圈 或者跟亲友聊天的 搜谷北 打板个 里面对于个股的讲解 会更加的详细 关注就可以去看 那今天整个盘面 华为方向 领跌 特别是算力 以及封装 那其实这两个方向 特别是算力 上周中已经说过 在高新发展 走势 开始疲软之后 要注意出现 它的一个回调 然后它今天自己还好 它整个板块 恒为科技 甚至达到了贴听板 对吧 这个也是同样说过 这样 这样创新高的 你不要再去追入 需要震荡 你并不知道 它一定能够占我这条线 仅仅靠这样一个 从途中 往上突破的 然后昨天 一个人上一线 算力 并且整个调整 就算明天有修复 也还没有到 新一轮行情的起点 所以对于这一块 短线 回避 上阵出现 顶部结构 我们兑现了部分利润之后 那你看一段 关注它之后的一个走势 你算力 那个人认为 后期还有行情 而且应该还不错 包括汽车 更是看好 那短线 我们休息两天 又何妨 至于底部 比如说 像房地产 你持有的 这种刚刚刚动 那你肯定也不至于 马上去卖掉 或者具有其他的 方向的 像新能源一些 它没有涨 没有涨在大盘 整个四浪反弹中 你就可以忽视 它中间的一个波动 但像算力这种 笔记 封测 甚至包括一些高位股 它涨了一轮 一旦出现回调 它的幅度 你去承受这个波动 就不舒服 不像底度 底部 它一个缓慢的盘跌 它震荡的 波动的幅度 也不会大 而且波动 是为了后期的一个变轨 这就是 两个一个短线 暂时回避 中线 只要下方通道 不继续击穿 我们就继续地持股 就没有问题 这些中线 包括一些大块头的 还有底部的 包括券商 都是一样 而对于短线 包括像短剧 今天走得非常强势 那 在这个位置 个人认为 性价比已经不高了 连续地往上 充值后 包括中纹再现 是吧 又是默线 昨天插一口气 那今天再给你充一次 又是一个大充高回落 你突破 急稳再去 有什么关系 那一旦它不能突破 回落一大轮 就跟前一波一样 去上半年人工智能 涨到这个位置 我们高高兴兴卖掉 是吧 当时还有不少朋友问 万一它突破呢 结果是如何 腰斩 但这个位置 大概率不会 后期可以关注 但不要着急入手 那其他的 我们其实 周五的时候 说过游媒能源 昨天一根阴线下来 这支个股好在打理 好在日线级别的一个突破 可以关注 今天也是刚好 继续在昨天阴线采线 今天线上开盘 很非常的强势 但大概率 后续还需要一个震荡 这里不会上去 还需要一个震荡 那后续如果有支撑 形成一个连接 这支个股可以关注 特别煤炭 现在可以看到 期货市场 煤一直在往上涨 是吧 那么也是一个外力的作用 其他的 没有什么 那管住手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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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